我已经迫不及待让你属于我了 我要占有你 价格好吗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苏小还活着 若楠 我了结了一桩心事 有很多话想说 但又不知道从何开口 所以 把你约到这儿来 你怎么回事 若楠 这个天台 是你我出狱的地方 也是我们的起点 渣男 敢请你是来看戏的 我现在让你来雪中送炭的 你给我火上浇油啊 从我们两个一起 掉下去的那一刻 就注定纠缠在一起 每当我身心疲惫的时候 你都教我怎么去放松 怎么放下一切 每当我陷入过去的痛苦和难堪的时候 你都会治愈我 每当我瞻前顾后 你都会让我看清 让我看清自己的内心 让我看清自己的内心 我之所以 会选择在这个天台 是因为我想要 重新开启一段旅程 我说 我知道这个求婚有些简朴 但是我不能再难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 让你属于我了 我要占有你 价格好吗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苏小还活着 你早就已经知道我们认识 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你看他把我当傻子一样傻 你去跟他一起欺骗我 为什么 我是怕你胡思乱想 我不想让你牵扯进来 伤害到你 我只想保护你 谎言就是谎言 坦诚才是在一起最基本的尊重 我不要你保护 我要你告诉我实话 或许我根本就不应该唤醒你 因为你的过去根本就没有结束 我早就已经跟他说清了 我早就已经拒绝了他 那为什么戒指还会在他手里 看来冥冥之中 所有的东西都要物归原住 若南 是我不好 是我隐瞒了这件事情 但是我真的从来就没有徘徊过 而且有他的出现 我更加坚定了对你的真心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他曾经欺骗过你 现在你欺骗我 你们都一样 你们都在用爱的名义 去欺骗爱的人 还还口口声声说这是爱 今天回到这里也好 就停在这个起点吧 我们给彼此一些时间 暂时分开冷静一下 我却被谁都懂得有些婚后 不必说会难过 爱真的走了 若南 啊 只是为何转身时候 你要比谁都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